面粉 菠菜汁 泡打粉 先将面粉倒入 它的面粉的配比呢就是500克 一斤的面粉 一斤的面粉 然后放是将近到7到8克的泡打粉 泡打粉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其次我们要放上这个菠菜汁 菠菜汁的这个量呢是放到200克 200克 菠菜汁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个炸汁机炸出来的 对对对 生菠菜汁吗 不是经过热水超过以后的 这个菠菜汁加好了以后呢 不要加的太多 也说一斤面粉的话加200克就可以了 剩下的还是要用适当的清水把它活起来 加的太多的话 因为菠菜汁里面有杂质 你控面的话不容易受启发 没错没错 所以说您的这个水的配比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清水 另外一部分是菠菜汁 对对 200克左右的菠菜汁 再加一点清水 竹刺加 第一个篇章结束之后 我跟大家说 还是我们这一道 都是 它是3比1的比 我们这两个面团都醒发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过程就是给大家做造型的过程 来吧 这个醒发的过程非常重要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尤其对于发明品种 如果你醒发不好了话 容易做成半烫面了 或者是烫面了那种 非常口感非常 谢谢大家 因为把电子打开 过程时 与时 这一部分 我们下手 扸到 我 用到这个工具是快的 你擀出来这个小圆饼的直径呢取决于你这个筷子的跨度 所以说擀得稍微小一点 然后往里收 往里收 做手起辅助了 真的是两个桃子 而且双桃并地而生 把它并紧以后呢 转头筷子抽出来 这个技巧真是不错 这个太棒了 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桃在哪呢 我们就做好了 这是一半桃 这是一半桃 双桃并地而生 还真是不错 观众朋友们 今天晚上的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了 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两道面点都已经制作完成了 来 打开锅盖 让我们一堵它的庐山之面目 我发现整个莲花剩开的更大了 是不是 是的 来吧 个别的不错 也看见了 我觉得这样的面点 看着它就觉得很享受的事情了 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像我说的赏心悦目的感觉呢 嗯 好